恭喜不背 国旗气势 基本上老玩家的话都知道 从S4 包括出现那种很多 花里无哨的战法之后 大家都会带一个 就是基本上就会 张飞现在基本上是出现了 桃园队伍里 然后大家都会带 给刘贵带赞币和献阵 然后张飞就是刚雨无前 和祭祺落归 然后关羽就寄行阵 然后 威谋弥亢 对吧 这就是T0的桃园 T0的桃园 然后我个人是出于什么原因 给大家说这套阵容呢 就是说我一直在玩这个桃园 但是一直苦于索卡 就是江引号的索卡 一直没有这个刚雨无前 一直没有刚雨无前 直到前段时间 我发现这个猛击 我发现这个战法 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拿出来 讲这套阵容 因为 桃园嘛 大家都比较 比较情怀 而且这套阵容 从S1开始就可以玩 但是 一直到 出现的几个新的战法 就会变得很弱 就是没有什么 刚雨无前这种标配之后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我们先看一眼 这个刚 刚雨无前 先看一眼刚雨无前 这是我的刚雨无前 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我一直没有下后蹲嘛 所以就一直没换出来 这个是受到兵刃伤害后 被动战法 百分之百 下回合行动 提高二十会心 百分之二十会心 并使下一个攻击的伤害 提高六十五 注意这个地方 有个细节是攻击的伤害 提高百分之六十五 为什么要说这个攻击的伤害呢 因为大家看 它这个攻击的伤害 跟勇者得前这种 下一个主动战法伤害 提高百分之八十 这个是有区别的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这个燕仁咆哮是对 敌军全体的伤兵伤害 一百零四 但那个攻击的伤害 它到底是指 对三个人的伤害 都提高百分之六十 我还是说 这对全体攻击的时候 只对一个人的伤害 提高百分之六十五 对吧 这是这个问题所谓 就是说刚雨无前 这个战法本身 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 就把这个猛击拿出来 对吧 它普攻之后 百分之十五的会心 然后持续两个回合 重点就是 它能持续两个回合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刚雨无前 只能持续一个回合 而猛击就有可能 连续两次 就是说把这个会心几率 跌到百分之三十 就算不能跌到百分之三十 我们这个张飞 可以带一个凝神是吧 凝神这个武器 这种 这个词题还是比较好搞的 就是说 大家基本上人手都有 然后包括张飞 还有一个兵书 就是 虚实的这个兵书 可以带一个降位 又是2.5% 就是自带4.5 它一发动就19.5 跟刚雨无前就差 0.0.5 0.5 对 所以 大家可以带手猛击 而且这个猛击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说 就是说 你看我这套里面 只有勇者得钱是 张辽 S2之后才有的这个赛季 包括兵书系统 就是说 就是说大家可以把 桃源这套阵容 放在S3之前 S4之前嘛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我觉得就相当于 半个刚雨无前了对吧 但是说实话 S1的话 就是前几个 前三赛季吧 怎么玩都行 我目的主要是 还是说 就后面的赛季 没有刚雨无前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用那个猛击 目前我也只是 一个实验阶段 只是 就是光 就给大家画饼嘛 就是说 预感它可能 可能会不错 预感可能会不错 给大家看 我 没有怎么战斗 但是 你看这是 有时候会 就是打 那个扫地的 你看 这是17 这是我没有带兵书的 就是17% 然后这个 回心 这好像 这场好像就回心了一次 又回心了一次 第五回合又回心了一次 然后这个也是 用这种青涌飞燕是吧 多段的可能 你看这个也回心了 这个也回心了 还有一点就是 那个 盛气人敌 我这套是没有带 盛气人敌的 而且现在T0呢 那个也不带 盛气人敌了 我这套就是 情怀关羽 是吧 威震华夏 勇者得前 所向披靡 是吧 情怀关羽 就说这么多吧 因为 我这个刘备 是有一个 招裂 然后他有 可能会有一个脚械 然后 然后那个 关羽 他这个 威震华夏 里面也是有脚械的 而且 大家后面 肯定要换五胜的 要不然 陶俭 肯定要换五胜 所以就没有带 胜气 就是 相当于 关羽补一手输出吧 关羽补一手输出 是吧 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就说这么多吧 这是今天的 龙中队 这是今天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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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